第一个是生正见家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就是说给我们现在学佛的人 那么了解 那么起一个心 就是说我们不用人家注念 那么我们自己平常 平常都是这样的正念 那么保持这样的正念 就算冥冥中你稍微会害怕 因为你已经保持习惯了 你已经习惯这样想了 就跟佛陀跟那个居士讲的一样 万一半路上发生车祸 那么我心害怕 没有正念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你平常往东边斩 就算倒下来 一定会往东边倒下去 你那个习惯的念头 那没有就是 大家去帮他提起正念 就是注念 你现在要好好讲 你不要害怕 那你要以身到人间为善处 身到有佛法的地方 有正见家庭里面 然后你心里面要发这个愿 他底下有讲 我做我们文操考 我们如果要去 去帮人家注念 因为现在注念都是 注念要往生净土 但是看人 看人 我有一次有一个军事 叫我去帮他们 因为他先生往生了 叫我去帮他开始 那我先问他 他平常有没有要往生净土的 他说没有 好没有我就说 我就跟他说 我就去跟他讲 你造了多少善念 就让他提起善念 你这个做人 然后养个子女怎么样 反正就是让他 先说他好的 你不要说他不好的 说他好的 然后最后就说 你一定要发愿 发愿 再来这个人间 行菩萨道 你现在要发普提心 要发愿来人间 行菩萨道 然后你要记得 要生到 要生到有佛法的家庭里面 要学习佛法 要生正见家 那我讲完了之后 他的家属就说 奇怪 人家法师来 都叫人家要往生净土 为什么 这个法师没有叫 我们要往生净土 他平常就没有往生净土 你现在叫他往生净土 他要吗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净土 真的啊 他就说 奇怪 我第一次听到 没有人叫人家往生净土 如果你有往生净土 我会去你往生净土 因为你平常就有这个愿 你平常没有 现在你要往生 你又没有积极 那个往生的愿 你认为你这样就发得起来吗 没有那么容易哦 那倒不如 他比较容易来生人间 倒不如你就 发愿生在正见家 真的 这个还比较好 然后学习佛法 然后皈依三宝 学习佛法 就是说 发愿生在正见家 就是我们就 跟他含句学的 却只要死都这样 说了我们人间的人 也是可以这样说 生在正见家 那么学习佛法 那么照做善略 然后发补提心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正见家 与善知识从事 正见家 里面都是善知识 就是什么叫善知识 可以让你向善 向解脱 向佛道 这个就是善知识 对你的生命的提升 有作用的 对你的生活提升 有作用的 就是对于你生命 生命这种提升 它产生良好作用 它就是善知识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向称佛 基本上 以善知识从事 你身在正见家 那么这一家的人 都行布施又持戒 又修行 又有智慧 它会影响你 它会增加你 你过去 你过去的善业不够 它会带着你 那么你过去善业过 它会让你 更怎么样 成熟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以善知识从事 就是 我们极乐是 极乐是 阿弥陀佛经讲的 以诸善 以诸善善人 聚会一处 在这一家都是诸善善人 不是到极乐世界 在你这个人间 这一家都是诸善善人 真的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 以善知识从事 哇 这么快 好 我们先下课好了 等一下再开始 我先把它写一写 第一个神证见价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 你记得 那么依你的善业 那么你决定可以来 再来做人 那么做人也有分好几等 那当然要做好人 那好人也有好几种 当然要做 这个比较有正见的 有智慧的好人 那你要发愿 我要做一个有智慧的 善人 好人 那么智慧从哪里来 当然从三宝来 佛法告诉你这是正确的 无误的 那么所以你应该要发愿 生到有佛法的家庭 有正见的家庭里面 那么继续修行 来人间修行 那么 所以这些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的愿 因为你的善业 因为你的愿 那么你自然而然 因为你的善业具足了 因为你又 你教育子女 你带人又很好 你只要把他 我一般会去跟人家 开示或是讲的话 我会先问 你爸爸 你妈妈 你爷爷 你奶奶不管了 他第一个 他是不是佛教徒 有没有受过戒 有做过这些什么 他平常有没有诵监 有没有念佛 有没有什么心愿 就要宣问清楚 等一下才好讲 你都不知不知道 不管你信不信 不管你要不要 都劝他念佛 网根净土 你拜托 这个没有什么效 我告诉你整个 效用不大 我都会宣问 我都会宣问 第一个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几岁 然后他隐命中 就是说 有些事还没 隐命 有些事还没死 有些事已经死了 就要问清楚 他生病是生多久 生什么病 他会不会害怕 你就去问 然后他一生 有做些什么好事 要找他的子女来问 或是跟他住在一起的人来问 他比较清楚 我妈妈 对人这样 我爸爸对人这样 你要先记起来 然后等一下就要讲这些 就要讲他好的部分 这一生 教育子女 他有几个子女 有没有成就 那你一定要讲好的 不好的都不要讲 不好的都不要讲 因为那个时候 他会想起那个不好的 那当时的心念很重要 尽量给他冠冕 尽量给他希望 然后就告诉他 就告诉他 我都是要先问 你如果要叫我去 我都要先问 然后我们讲 就说 别说叫阿贼啊 就说叫阿贼啊 就亲切地跟他说没关系 就当作他还在 就跟他讲 就不要当他死了 因为死只是换另外一种形态而已 死只是换另外一种形态跟你见面 他见得到你 你见不到他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你不要当作他好像是 变成另外一个人 没有 他还是那个人 他还是那个人 还是往生前那个状况 他往生前是怎么样 他现在大概就怎么样 只是你现在要改变他 因为他要去坐火车 他要坐哪一班车 还不知道 但是大概知道 是哪个时段的哪些车 但是具体要坐哪一班车 还不知道 而且他的行李里面 到底装什么东西 他自己知道 但我们也不太知道 但有些你知道 但是你可以给他加一些东西 就给他 他很伴手里 就是好像要月台送 要去月台送行一样嘛 那他要坐哪一班车 很多班车都可以到 但是可能地点不太一样 时间不太一样 那你要告诉他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方向 你记得 要做几点几分的那一班车 那你要送他一些路上用的 这个就是我们去祝念的意义嘛 真的 那每一个人 要死之前 就好像到一个车上 一辆一辆的车 有些车是你上不去的 因为你的车票 你的车票 你坐的是普通坐 人家那个是 人家那个是 是比较好的 或是比较高级的车 那个车票 你那个车票不符合 但是你这个车票可以坐很多班 这个时候你要坐哪一班 就要看你 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他建议 祝念这个时候最好用 那你要提升他的信心 所以通常我都会这样 就会问清楚 然后不断 就是尽量收集他 他帮助过别人的 然后当然也要稍微知道 他做过什么不好 因为不小心会讲到 或是怎么样 我们要稍微知道 然后他 他这个往生之前 他有没有什么愿望 或是怨恨 或是一直挂爱什么东西 那他最挂爱的东西 比如说他很担心 他很担心 他的孙子 他很担心他的儿子 那你一定要跟他讲 你不用担心 你的儿子说 他自己会照顾自己 怎样怎样怎样 反正就要跟他讲这些 一般就是 第一个 让他放下该放下的 第二个 让他提起该提起的 这两个原则 放下该放下的 那么但是有一些东西 你知道他 你要知道他的禁忌在哪里 不要提 比如说他很恨他的那个儿子 你就不要听了 你要不要提他儿子 他一讲到他那个 他那个心就起来了 不要 就当作没有 那这个时候 你没有办法化解那个烟囚 你不要说这个时候解冤解 接不了了 你这个时候只要提他的善恋就好 然后让他的善恋力量越来越大 让他的心越来越有力量 这样就可以 就是一个原则 那么很简单 也不困难 那如果他是自己 心心恋爱往生极致世界的 你也不要劝他不要往生 你就告诉他往生就好了 所以你依你这个条件 依你这个愿望 有信有愿有行 那么你一定可以往生 不管他最后有没有往生 你总是祝他一辈自己而已 如果他有愿 那么你就 如果他自己有愿 那么你就依他的愿 如果他没有愿 你就给他一个方向 如果他自己有一个方向 这个时候你只要改变他 他也 他也 他 就是也不容易 他也改变不了 如果他的愿很坚定 那如果他不坚定 或者说他自己也 有愿不定 或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 你才给他一个方向 告诉他 你可以往那边走 你像这个天子 他要死了 他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 对不对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害怕 你赶快发这个愿 伸到人间去 你赶快发愿 要伸到 有证件的家 有国法的家 家庭 因为他会教你 你要行善业 做善事 这些 但是他 他具体是这样 你看 他所谓的快 安储善业 因为你照这个善出 你可以安储善业 快得善利 所以他叫做善出 那什么叫做 第一个是生证件家 要证件 或是编地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如果你有善根 你有善根 你也不怕 但是善根 基本上 你就会跟 佛法相应 那么 生证件家 以善知事存事 就是你周围的人 你周围的人 都是有证件的 都是有证件的 那么 这个就是善知事 以如来法中 得信根 最重要就是要学果 要信佛 就是说 你要生到 有证件的家庭 里面去 生到有佛法的家庭 你要发愿 发愿就自然的可以 你不知道要生到哪一家 你不知道 但是你发愿 这个心 这个心自然会有那个缘 缘从哪里来 缘从愿来 缘从愿来 缘是什么 坚定不移的心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发愿 你可能没有那个缘 但是你发愿 我这辈子学佛 是最好的 或是他没有学佛 你要告诉他 那么你 未来 你要生到 有佛法的家庭 那么 就是有 有佛法 正见的家庭里面 那么 对于你 生生世世 都是有一个 很好的影响 那么缘从愿 愿就是 坚定不移的心 坚定不移的心 那你有这个 你有这个愿 我愿生 正见之家 那么他就 有很大的机会 会让你 生到正见之家 有佛法的家庭里面 比他们 一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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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有长辈的 要往生 那当然 我们也要了解 先了解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亲人 我们就知道 你要先想一下 那把他的那个 把他一生做的善事 即使是很小的善事 比如说 人家常常困苦 他会帮忙 那 他不跟人家计较 那就算 人家没有酱油 他都会主动拿过去 我告诉你 不要赶 这些小小的善事 都表示他的善心 那么你都要提醒他 那那那那 那 越多越好 当然也不要讲得太多 就重点 如果他不多 就很小的都要讲 如果很多 就讲重点 那么 先提起他的善心 哇 然后他殖民有成就的 每一个都讲 然后他一生 刻苦啦 耐劳啦 反正这些 都都告诉他 就是在 在别人面前称赞他 也在他面前 在他自己面前 你不要当他不见 他就当他 就当他就在你前面 像我去讲过这样 你就当他就在你前面 虽然你看不见他 但是我知道他就在我前面 那你也不会当他死了 他们所谓的死 不过换另外一个形态而已 所谓的死是换另外一种形态 只是这样而已 没有真正的死 死生是连续的嘛 天上的人死了 人间的人生了 人间的人死了 天上的人生了 他同时死了 马上就变成 其实是 其实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 就是说 这边人死了 那么下一个天上人就生了 天上的人刚死 像这个天子刚死人 人间的人 天上的人在那边哭 人间的人就 哇 喜得灵额 就开始没有多久就就欢喜了 啊 生出来了 你看 那这个佛经也有记载 那么我们 我们基本上不要 第一个 不要把他当成死人 他是 他也是活人 只是他另外一种形态活着而已 但他现在 他现在要从这个地方 你转到那一个地方 从这种形态 转到另外一种形态 那你告诉他 那么 你就好像 他现在在车站 他现在在车站 他现在在车站等车 那么 他不知道做哪一班 或是他的车票 不知道买哪一种车票 因为 但是 因为他还不知道去哪里 他也不知道 他可以去哪里 通常是这样 但是如果是一般玩活地址 很多人就已经 时间还没到 他票定好了 他很肯定他要去哪里 那这个就 这个就订单别论 那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就要鼓励他 就告诉他 你现在有多少钱 可以卖什么票 就说 你现在 你做了这什么善事 什么善事 什么善事 当然我们就说 这两个原则很好记 一个就是 放下该放下的 你现在 人间的这个寿命 已经尽了 你人间的任务已经圆满了 你就人间 你这一生 当然你要感性一点 也跟他讲 你从几岁到几岁 你可以这样跟他讲 跟他提醒无常的观念 就是说 人就是这样 这样就是一辈子 你想想 你刚出生 懂事的时候 几岁 那现在怎样 经历过什么 经历过什么 现在一看 这个生命 就要换成另外一个形态 就是说 你的寿命尽了 就表示 你来人间修行 这个任务圆满了 你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那么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是一个关键期 那不管你还有多少愿望没完成 因为这个身体本身 它就是无产的 它会毁坏的 那么 你可以换一个更好的身体 来 来做你一直在做的事 你可以再 因为再来就是换另外一个身体了嘛 那要走一定就是病啊 或是怎么样啊 或是意外啦 反正就这些了 不管 不管它是怎么走的 那么 基本上这个身体都是毁坏的 那么你现在已经是 已经是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 那么 这是一种 这也是好事 这不是坏事 就好像房子不能住了 你再放一个房子 那么继续再 再休息 所以你现在要记得 现在是你的关键期 那你要去哪 因为你一旦决定了坐上那辆车 那么 你就不能中途跳车了哦 你没办法啦 你已经投胎做人 今天到哪里 你不能说 那这个我不欢喜 再重来一次 没办法 要等到这个寿命 才能再换哦 所以 这现在是关键期 所以我都会提醒 现在是你的关键期 那你有可能只有一天的选择 那最好在还没走的时候 就要讲 那走的时候 有可能 看他的业 一般人的业 如果种的话 他很可能 这边死 那边就生了 那边就生了 真的 没有中逸生的阶段 那么中逸生的阶段 是散热业不定 那这种人 其实老实说 没有那么多 散热业差不多 这种老实讲 没那么多 所以 如果已经死了 当然也可以讲 但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还没死之前 还没死之前 都没有决定 已经死了 大部分都决定了 但是有少部分还没决定 但是如果人家 就是你要去注念 或者你要你讲 当然还是讲 就是还是鼓励 那么 就是跟他说 基本上就是说 现在是你的关键期 当然我们就前面讲 你要先了解整个状况 这个人的所有状况 如果你是你自己的家人 那就比较容易 因为你都了解 如果不是 那你要了解整个状况 你才好说 然后说了之后 你就反正就说他的事 那么 那你要告诉他 现在是你的关键期 因为 那么人 投胎到哪里 依他的业 那你这一生 造了那么多善业 那么我可以肯定 那么依你的善业 你可以升到好的地方 那什么叫做好的地方 那什么叫做好的地方 就像这里讲的 你可以升到好的地方 那么从佛法上来讲 好的地方就是人跟天 那人中好的地方就是 有政见 有学佛法的地方 这个是好地方 那么依你的 那么天上虽然也好 升到天上虽然 寿命也长 那么福报也大 但是天上 只是想福报 想完了就会掉下来 那么所以升到人间最好 那么人间里面 就你所看到的 也不是都是好 那么多人 很多人过不好啊 就你所看到的 也不都是好 你这一生 也可能过得 有点辛苦 或是幸福啊 不管就看他 就是看他是什么状态 就怎么讲什么话 那么但是 那么如果我们身在 有政 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学佛 我们的父母都知道学佛 都依着佛法来讲 那肯定是好的 那么这一家人 肯定都是过着幸福 平安的日子 那么在幸福平安中 不断又增长智慧 那么生命是无产的 那么这个人的轮回 人的轮回是无限的 但是如果我们身在 有正健的家庭 学习佛法 那么我们的苦是有限的 就是有终止的一天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苦 还没终止之前 我们不断地保持这个人生 那么这个必须要 我们自己有造这个善业 那跟佛法有这个善业 源从哪里来 源从你的发愿来 那么你这一生 假设他已经学佛了 你就跟他讲 他跟佛法的因缘 怎样怎样怎样多好 你就开始讲嘛 如果没有 那你就跟他讲 那么源从愿来 那么你现在发愿 你就跟佛法有缘 虽然你也很少去识愿 假设他没有 你就跟他 虽然你很少去识愿 但是你现在有这个愿 你就跟佛法有缘 那所以你为什么 假设你是 你是来跟他讲 或是你是他的侄女 那么 虽然你 你不太相信 但是 你 我是你的女儿 我是你的谁 不然清楚吗 那么 我那么相信佛 你跟我有缘 那我跟佛有缘 那你就肯定跟佛有缘 对不对 这种东西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你就慢慢慢慢提升他 是哦 对啊 慢慢慢慢 他就开始也相信佛法 那么也发愿要生到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什么 人间有佛法的地方 有正见的家庭 那你记得 你记得就是 你心里面要有这个愿 那么依你的善愿 你决定可以生到人间 有佛法的地方 那么有正见的家庭里面 那你心里面要有这个愿 那么这个愿就自然而然 会带你到有正见的家庭上 那么你会再重新再来做 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 有一个很健康的心 有智慧 有慈悲的 那么慢慢慢慢提升你生命的品质 反正就是你可以自己拟一个稿 然后慢慢跟他讲 那么看时间长短 通常我会看时间长短 你大概现在是什么状态 然后我尽量收集很多的资料 就是说你要告诉我 这个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知道了之后 稍微想一下 那大概大概就这样 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放下 就是放下他要放下 他担心什么 他之前有没有在担心的 或是他埋怨些什么 这个都稍微要知道一下 那么能够叫他放下 就尽量放下 而且要一定要告诉他 无产的道理 因为生命是不断在演化的 你想一想你从你10岁20岁30岁50岁到现在你70岁80岁生命要终结了 那么我们这不是第一次 我们已经几百次几千次都是这样了 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么多次里面 这么多次里面 我们也得到了 就是增长了 不断的增长我们的智慧 那么我们渐渐的渐渐的 那么越来越懂事 越来越知道道理 那么生命是无常的 他本身就是无常 那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已经圆满了 你有什么侄女什么什么 就跟他讲 讲他讲他的伟大 他的贡献 然后他的善业 一般就是让他念佛念法念生 念师念见念天 念天就是让他生起那个善法 就是他做的善事 当然有一些也鼓励他升天 但是从这个诸佛接触人间来讲 鼓励他再来做人 修学佛法 那么当然最重要是生在正见家 那么生在正见家 比较有很大的可能会出家 父母都对佛法有非常的正信 非常的正面 他比较会鼓励他的侄女 要这样 但是他不会强迫 一般是这样 大概 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个人不同的状况 那你就是稍微要怎么讲 怎么讲其实也很难说 其实我也没有特定的讲稿 但是我去了我就会讲 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基本上 但是如果他发愿要生 要师佛净土 阿弥陀佛净土 阿弥陀佛净土 那你也鼓励他 你也鼓励他 你不要跟他讲你不要去 你不能去 不能这样讲 阿弥陀佛净土 你要给他信心 你永远要给他信心 给他希望 给他方向 这个是一个原则 那么这个人缺少什么 那你就给他什么 这个人需要什么 你给他什么 最主要是这样 那好像我们要往生极臭世界也一样 那什么叫做善根 无德云远 你不具足 你认为 我就发愿要去就能去 不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里说到 世尊从佛出人间 人生难得的见地 第一个佛就在人间 第二个人生是难得 所以做人是不容易的 升天也不容易 升天只是一死的不容易 那做人他有三种书圣 意念圣 范圣 永本圣 他比较有助于修学 天上我们刚才说过 他是福报比较大 他有四种圣 如果是预介天就是三种 身体比较殊胜 高大 而且没有老病 没有老 他只有没有老没有病 那么环境很殊胜 那么福报殊胜 就是福报殊胜 那寿命场 大概就这三种 他的身体比较强壮 他没有老跟病 他有死 但是没有老跟病 他只有衰下 那么身体很高大 那么比较 比较殊胜 那寿命很长 我们是一百年就算长寿了 政府就花奖金给你了 他们是一百年是妖兽 他们也不会妖兽 他们没有半途妖兽 而活到寿命近 那么动不动就是一千年以上 那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福报大 十一得一 住着宫殿 受用的都比较好 那么如果色界天还多一个 就是定 定书胜 心不散乱 那玉界天 五一 他是散乱的 他是散心的 那色界天 他就定心 那么如果 如果合起来看就是 成果知道有说嘛 身胜 受胜 那么这个福报 福报 热胜 热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定 但是定只有色界天才有 异界天也没有定 异界天最多只有味道定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把这一段说完就好 把这里 把这里讲 讲完 那么所以 他以人生难得的见地 否认他 否认他 所以理智的正觉 解脱的自由 在人间不在天上 所以说 人间于天 则是散除 这个是刚才我们说 等建品里面 人间于天 则是散除 所以天子 有一些天子要死 那么 都会鼓励到 生到人间有正见家 但是这个也是 佛教徒 我是说 比较知道的才会这样鼓励 其他的天也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 升天的不都是佛教徒 不都是佛教徒 但是 佛教是比较正确的 而且 对于未来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个是确定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讲到人间于天则是散除 好 那么人间反成为天神仰望的乐 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展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佛道 我等于是散除了 我等于是散除了